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呢 今天送走了洛杉矶湖人队的一代球星 科比·布莱恩特 小飞卡也是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中 以最佳的方式回馈球迷 个人独得60分 而另外呢 近周勇士队则拿下了孟非斯辉雄队 勇夺本赛季第73场常规赛的胜利 创下NBA历来最佳纪录 白衣的勇士队逐场作战 凭借得分王科威的出色表现 把退守灰熊队压着来打 精准的外线投篮让灰熊无法招架 勇士不断把比分差距拉大 科威的三分球几乎弹如虚发 他更在这场比赛中投进他本赛季 个人的第400个三分球 整场比赛他独得46分 勇士最终以125比104称霸 整个赛季73胜9步 创下了NBA历来单一赛季最多场胜利的记录 美国直篮写下了新篇章 古人队球星科比的年代也正式落下帷幕 之前已经宣布赛季结束后退役的科比 在队垒犹他爵士队的这场羡慕战中 再次展现了全球各地球迷多年来为他疯狂的原因 科比整场比赛砍下60分成为NBA时尚得分第三高的球员 他也是历来在同一支球队效力最久的球员 20年来都在无人队 I'm I'm I I I solutions I